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农业气象 虽然说凯米台风逐步的远离各项警报也陆续解除 但是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它过了之后还是有西南水汽带进来 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等级的雨势 特别是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好大于等级的雨势 那么车长雨已经降下非常多天了 所以提醒各位农友们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会比较好一些了 等到天气状况比较稳定的时候 再从事一些农事复原的工作 那么在北台湾 周末假期会转成晴朗中午后 午后这雨的天气 天气状况会比中南部地区早一点回稳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叮咛的部分 提醒大家在天然灾害发生之后 各位农友们要做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趁着天气回稳的时候 赶快的巡视田街 进行灾情的通报 那么主动向公所通报灾情 作为政府启动复原措施的参考 那么第二个也要记得拍照存证 要请公所派员拍照存证 或者是依照规定的格式自行拍照 因为这个可以当作是我们救助旗舰送公所 备查的佐证资料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 那么另外也要适时的复根 待天气好回转的时候 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来进行排除积水 加强中根培土 捕食肥料等等防范避虫害的情况 提醒大家可以把握天气状况 稍稍的回稳的时候 可以赶快的来做这三件事情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情况 可以看到在礼拜五 还是持续有西南水气一进来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天气状况还没有回稳 中南部地区还是持续有豪大雨等级的雨势 那么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天气状况稍稍的好转了 属于多云 偶有一些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那么到了礼拜六 中南部地区还是持续有雨 中南部地区要留意 在中部以北地区 则是转成午后雷震雨型的天气形态 礼拜天大环境的风场会转成偏东风 所以西半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渴望逐步的缓和停歇下来 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午后大雷雨的情形 所以进步来看一下礼拜五 西南水期还是持续的迎进来 一直到礼拜六 中南部地区都是位在阴风面的位置 持续有豪大雨等级的雨势 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一 停息状况就渴望逐步的回稳了 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图 可以看到 在礼拜五 礼拜六 中南部地区是位在阴风面的位置 这个怀风的怀流 跟西南水期持续的有些交互作用 有一些比较大的对流发展起来 并且一进台湾来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礼拜六之前天气状况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 则是在礼拜六 礼拜天开始转成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中午过后 也容易会有一些午后大雷雨的情形 好那么到礼拜天下个星期一 各地的降雨会逐步的趋缓下来 但是中午过后 还是很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 提醒大家 到时候听到雷声要赶快进入室内了 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 跟浪框 礼拜五台湾银海地区平均风是来到7到10级 那么阵风提醒大家 也都还有10级以上的阵风 特别是各地有机会来到12级左右的阵风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阵风力还是相当的大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了 好那么另外在礼岛地区平均风 也是一样来到7到10级 阵风有机会来到10级 甚至到13级的强阵风 一样的也是提醒大家 目前的风浪还是相当的大 大家务必还是要多加留意 避免前往海上作业会是比较安全了 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潮汐的部分 礼拜五在新竹县的竹北市 台中市的武器区是适逢大潮 那么在基隆市的中山区来到小潮 其他地方则是来到中潮 那么在这个礼岛地区 连江县的南甘乡 金门县的金湖镇来到大潮 其他地方则是来到中潮 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 漫潮时间了 最后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北台湾在这个礼拜五开始 这个气温就会明显的往回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降雨停歇了 而且大环境吹起偏南风 所以高温的部分又会回升到 34度到35度 而且空气中的湿度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体感温度上面会比实际温度来得再高上一些 提醒大家 如果要进行这个田地的复原工作的话 务必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在南台湾 礼拜五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高温的部分因为有降雨的关系来到29度 那么礼拜六之后 降雨逐步的缓和停歇下来温度 也渴望逐步的往回升 高温会来到31度到33度左右了 好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在礼拜五礼拜六 中南部地区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 特别是山区的雨是相当的大 务必要多加注意资深的安全 那么另外在中部以北地区 天气状况逐步的缓和了 但是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雾后大雷雨 也是提醒大家听到雷声 要赶快的进入室内 以上就是7月26号的农业气象 我们下次再见